作詞 作曲 李宗盛 知道一對兒子和前夫 服侍在晚安申感應院的家裡 38歲的她激動到暈倒 要送院治理 一起揭發命案的姑媽 收到惡號之後 亦都忍不住 查實姑媽星期三上門 拍門沒有人應 第二天就已經報警 如果不是自己爆鎖 還要多久才發現呢 應該做的又不去做 不應該做的就偏偏去做 根據我們警方的記錄 在9月3日 確實接報是有一宗集案的事件 警方初步調查過 發現有鄰居和保安員 亦都曾經見過上次的男女主 和其中一個兒子 所以我們警方 在當時時覺得 無需再進一步行動 可能他們家裡都覺得 他們未能夠肯定 究竟他們是否離開了香港 又或者是其他原因 他們當時也同意 再找一找養需要 再報案人 廖岩鳳亦都說 警察是否即時處理案件 是防止慘劇發生的一個關鍵 特別是單親的爸爸帶著兩個小孩 是容易出事的工藝家庭